週會14日出席 不被遺忘的時光惡法片 記者會 師兄動力火車驚喜 先生送祝福 聊到接下來要開的演唱會 慧樂節也說 盡量會把狀態調到最好 我覺得要保養身體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很漫長 沒有捷徑可以走 有時候這個行業工作 本來就很容易時間過長啊 或者是可能很操勞啊之類的 因為妳感冒 喔 對 對 哪有時候要在過程當時 有去關心她的傷害嗎 我是有留言給她 我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復 因為身帶真的不是 馬上說恢復就可以恢復 所以我對於她 延期一個禮拜開唱 替她捏一把冷汗 但我得說 她絕對是一個實力派歌手 因為如果是偶像的話 對嘴就好啦 不能這樣講是不是 喔 我太直接了嗎 所以啊 有實力的歌手 他才會在乎自己的嗓子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把自己的身體 各方面都照顧到最好 到時候上台 就會有最好的表現 所以如果只有延期一個禮拜 萬一她在台上有一些瑕疵 我覺得都是這個當下 最美好的紀錄 因為我相信歌迷都可以原諒她